《大海》 我是大海 現在在美國的大華府 我請訪問一下這個視頻 這個視頻主要是針對 現在吵得非非洋洋的國民黨的 中國共產黨 中國國民黨的選舉 最近這個選舉 非非洋洋的提出了一些問題 我覺得大家提的問題都很好 使得台灣的問題 進一步出現在檯面上 也引起了兩岸的思考 包括了美國政府的一個關注 我想針對張亞中這匹黑馬 提出一些問題 提供一些參考意見 因為張亞中作為資深的台灣的外交官也好 媒體人也好 公共聯網也好 他在兩岸論述上發了很久 從統合論到一中三線 以及在兩岸平凡來往活動 包括在美國的活動 所以最近呢 最近呢 昨天呢 就是11的時候呢 在芝加哥呢 通過這個網上呢 發表了一天 關於這個 殘選 中國共產黨的一個 一個聲明 提出了一些 一些具體的意見 包括呢 就是說 公布了白紙黑字的 和平備忘錄的版本 當選主席以後呢 會依此呢 到與北京進行協商 在全體黨員公投 通過以後呢 簽署和平備忘錄 將引用 做以下總統大選 這些問題呢 帽子都很大 但是概念不明 這個 比如說 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如果簽署和平備忘錄 有效嗎 根據戰爭法 只要政府啊 這個 兩岸關係啊 它不是 國共兩黨才去修戰 對台灣和兩岸之間的戰爭 有效嗎 你這個 國共簽訂的和平 備忘錄 對這個效力在哪裡 誰授權給你的 授權人是誰 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還是中國國民黨的 這個全體 這個 全體黨員 還是台灣人民 授權給你的 你代表中國國民黨 能不能夠代表兩千三百萬 這個 簽訂這個 停戰協議 停戰協議 兩個集團啊 兩個 兩個 交戰團體啊 兩個交戰團體 不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交戰的 現在是 整個台灣這個地區 對 這麼是一個交戰團體 戰爭法 我們看這個戰爭法 你戰爭法的話 大家看一下這個戰爭法 你研究這個戰爭法 它這個談判 談判的雙方只要有 你夠談判的資格 你 否則你這個效力在哪裡呢 你談判的資格 你沒有 沒有權力 沒有效 沒有權力代表台灣人民 代表這個敵對的一方 交戰的一方 你談的 你談了再多的和平被忘錄 這不是空想嗎 張亞中 可能是 這個 這個 作為一個教師呢 指上談兵的多了一點 論述呢 那 儘管 自以為 這個法律上 邏輯上 論述的比較 多一些 但是 實際上呢 論述上面 今天就吹敲嗎 我們今天就來談一下這個問題 今天和台灣人民 包括中國國民黨 黨主席 還有參選人 包括 在海內外的 華人 我這個呢 也是台灣生人 我比張亞中大幾歲 比馬英九大幾 大兩歲 比蔡英文大幾歲 我是 就是台灣一九四七年 就是二八世界那一年 在台灣 東門町出生的 所以呢 我這樣子 作為我呢 作為美 就是 在美國的台灣人 嗯 是吧 台灣人 是美國 然後呢 發表一些我這一些 膚淺的意見 我爭取呢 用半個小時時間 給我講清楚 五個問題 要提醒呢 啊 張亞中教授 啊 校長 首先 一要搞清楚 什麼才是中國國民黨 該解決的問題 就是自己的定位 要搞清楚 啊 中國國民黨 我特別剛才 剛才把那個 中國國民黨 他是本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那個什麼 我 我在前面呢 我在那 Facebook上呢 發表了一個 中國國民黨的一個黨章 一個 一個前年 然後第一條 啊 要為的這個 這個是 是 是繼承的中國國民黨呢 是繼承 石中山 這個總理 啊 倡導的這個 親中會 然後那個 中國革命黨 然後一直到 這個 中國國民黨 以及在 大陸的執政這個 這個過程當中 然後又到 退到台灣 啊 退到台灣之後呢 又 又在治理台灣的過程當中 起到一個作用 一系下來 啊 維持國家的統一 啊 本的三民主義 啊 遵循這個 自由 自由 自由民主吧 然後 咱們的這個精神 來 重生國家的統一 奉行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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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了 以下的黨 這個黨 啊 這個 革命上位成功啊 同志正希 努力 就是告訴大家 當然這個黨呢 現在在台灣呢 啊 現在為數呢 並不多 不到 登記的黨員有三十萬吧 真正的 過去的影響力大概有三百萬左右吧 現在可怕就是十分之一的回答 啊 真正的啊 能夠年輕人當中有多少人支持 現在還支持國民黨 我們 不知道 那 但是 你 既然是 作為 參選 中國國民黨 主席 那麼首先 你的黨 這個黨 作為參選的黨主席 就要知道 中國國民黨 的定位是什麼 它的黨章是什麼 它的宗旨是什麼 啊 它要該解決什麼問題 這個是黨主席 首先要搞清楚 啊 那麼首先 黨呢 政黨呢 首先要團結人民 為人民服務 啊 為 為 奪取政權 啊 要爭取執政 這是一個 一個政黨的一個 起碼的一個 一個 沒有權力 你拿什麼來為人民服務呢 你 那個 空口 空口 那個 這個 次數公圈 你拿什麼 拿什麼 為人民服務呢 為 為台灣人民服務也好 為 國家統一服務也好 親密和平嫌疑也好 你憑什麼呢 你有什麼呢 所以 你自己要定位 要知道 要有自知之名 這是第一點 嗯 我們先不回答這個問題啊 中國國民黨 該解決 國民黨要該解決是什麼問題 那個 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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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亞中提出了 這個 要解決這個 兩岸這個 和平協議 然後提出一個論述 就是 一中 他的 一中重表 一中重表呢 這是張 那個 當時呢 張亞中和我呢 在這裡 就在馬里蘭這裡啊 他在他這個住的賓館裡頭 我提出了 一中重表 一中各表呢 還是 一中各表呢 等於說 一邊一國 各自表住 一中重表 表示一個 同一個中國 不管你是中華民國也好 在台灣也好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表 都是聯合國註冊的 中國那個 這個 用的佛號 是國家的 佛號 1945年 註冊的佛號是中華民國 1971年 2758決議 聯合國大會 承認 吹出蔣介石的代表 這蔣介石的代表呢 就蔣介石 中華民國台灣省那個 代表團長 國民黨那個代表團長 已經不具備代表中華民國 這個 這個 註冊的 那個 這個 國家實體 那個 國家主體 主權主體 那個 中華民國 代表權 主權國家的代表權了 而 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代表中國 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 那麼你就說 台灣已經沒有合法的對 這個 這個你要 首先要搞清楚 這個概念 概念就是說 你概念不清楚 還要還在繼續把那個 自己的 中華民國的總統的帽子 扣在自己的腦子上 中華民國代 中華民國代 蔣介石還是代表中華民國 這個帽子 戴著什麼 這個等於是說 等於是你的皇帝的新衣 台灣是代表什麼 台灣是 1946年之後 日本回歸之後 交換給 台灣省 交換給南京政府 交給全中國人民 這麼一個台灣省 國華民國的台灣省 你部分 你一個手指道 不能夠 一個 一隻手 不能代表全體 全體 這部分不能代表全體 這是一個量的概念 一個性 一個定性的概念 一個定量的概念 這兩個概念 不能混淆在一起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 在台灣來講 往往是 素式不清楚 概念模糊 就是說 這個 而且大多數人 自己也以為 判斷的 自己以為很聰明 指路為馬 誤用了一個集合 誤用錯誤的應用了一個集合 就是中華民國這個集合 這個集合還在不在呢 還在聯合國 聯合國現在23條 中華民國還在聯合國 這個聯合國當時是1945年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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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介石當時是作為總統的 有中共代表 他十個人的代表組成的 他是有十個人 十個人的代表組成的 就是一個聯合國簽字代表大會 說明同意 就是當時的1945年的愛國團體呢 就是同意 以中華民國這個名稱來代表中國 戰勝國 那麼中華民國蔣介石後來就變成一個政府了 一個發動內戰以後呢 就敗退到就像那個塔利班一樣 就敗退到這個這個臺灣去了 那卡布爾政權要敗退到其他的國家去了 所以你要搞清楚 中國國民黨現在要解決的什麼問題 就是要解決你的黨章 你要追求這個國家的同意 你怎麼去追求國家的同意 你要說服你臺灣流行 放棄台獨和獨裁的想法 但是你現在 然後呢 這個敗途就敗了 然後你 臺灣問題你自己能夠解決 你自己解決 你解決不了 你這個兩岸 你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那麼兩岸的戰爭狀態還依然存在啊 敵對狀態依然存在啊 因為這個是 現在兩岸是屬於戰爭狀態 戰爭少未結束啊 這個按照戰爭法來講 這個沒有簽訂和平協議 而不是你國共兩黨簽訂和平協議 這個戰爭就結束了 這個叫偷梁換柱啊 這叫張亞中這叫偷梁換柱 就是說你不具備 這個結束戰爭的一個交戰方的一個談判資格 國共兩黨是兩個政黨 而現在的矛盾不是國共兩黨的矛盾 而是跟台獨的矛盾 你不能代表台獨啊 台獨這個政權現在在執政黨啊 你不要把臺灣這個 台獨也好 獨裁也好 還有各民主黨派這個 這個政治的勢力都集中在一起 同時也坐在這個談判桌上 而且你這兩千三百萬人 和十四億中國人民比調起來 這是一個手指道和一個全體的一個概念 而且你是在法律面前 你經不起國際法 英國憲章的推銷 你也經不起美國這個 一個中國政策的推銷啊 臺灣關係法 只是臺灣 臺灣關係法只是說明你 臺灣人民可以在 受到這個美國關係法的保護 就是說你可以 臺灣這個土地你沒有說沒有安全 臺灣的土地已經決定了 這是屬於中國的這個土地啊 屬於中華民國的土地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啊 你現在站著它 站上面嗎 你不能夠話題為牢啊 這是美國同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中國的維京和法共和國 這個邏輯就清楚了 大家的邏輯要搞清楚 什麼關係 有類似的 所以對吧 你看臺灣的土地 在聯合國 經過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憲章呢 1945年的確認是屬於中華民國 這個土地 這個土地上的所有人民 都是中國人民的 這個固有相土是可以 歸及全體中國人民的同意 代表大國的同意 不得這個分割 那麼 美國人是承認這個 現在就承認那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中華民國的 唯一合法共和國 承認 臺灣人民和美國人民 有著民間關係啊 這主權 談不上主權 主權這個問題很清楚 主權是屬於中國的 所以 中國國民黨你要解決的問題 你能解決的問題 不是去簽訂兩萬國民主義 你沒有資格 你還不具備協定兩萬國 革命協議的資格 你可以談議項 你有國民黨你可以談議項書 國公議項書 連雙式協議都打過的 就這樣 雙式協議 1945年做停戰協議 停戰協議那是你也有軍隊 手上有 共產黨有軍隊 國民黨有軍隊 讓它交戰雙方 做出來談判 雙式協議 雙式協議 你現在國民黨沒有軍隊 沒有政府的權力 沒有行政權力 你只有這麼 幾萬個 不到三十萬個黨員 你投票表決的少數不容多數 那你能夠不具備這個談判的資格 你要簽訂合同 你要具備有這個資格 資格審查不夠 你還能簽訂兩岸 你簽訂的台頭還挺大 兩岸和平協議 你憑什麼說兩岸和平協議 你國民黨你代表什麼兩岸呢 你的權力出何而來 所以你能解決的問題不是 革命協議的問題 所以你一定要想 你想不想打仗 你可以投降 你可以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這個可以 但是 現在台中大多數人 他不主張台灣人是中國人 這個問題沒解決 中國問題沒解決 中國怎麼能放棄 武力解決台灣的問題呢 這是一個邏輯的 邏輯的推理關係 你沒放下武器 就說明 你就像這個 在這個 在那個 美國你要違反消防規則了 你要去摸兜 人家就說你可能有武器 就可能拿槍來打你 這就是法律 這法律就授權給警察 這樣的權力 那麼現在就授權給 聯合國就授權給 中央人民政府 和中國人民解放軍 這種權力 你不執行聯合國協議 那麼中國人民解放軍 和中國人民政府 就有執行權力 讓你遵守這個交通規則 國家主權的規則 這是一個 你要搞清楚 你自己是什麼 位置 你叫 然後 你要給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定位 在憲法當中的定位 你自己的黨章的定義 你有多少力量定力 然後你有多少定性 你的性質是什麼 你是追究和平 你是追究和平 和平不是追求的 和平獨立也是和平 分裂也是和平 這個 這個 那是空談 空談和平 沒有任何意義 實際意義 就像我拔著頭 我想要離開地球 那種談 就說 這個東西就是沒有實際的意義 所以 所以說 張大雅通 你是搞論述的 希望你能把中國國民黨 在台灣的 定位 定義 定力 定性 搞清楚 然後 你看自己 能夠代表多少台灣的力量 跟台灣 跟大陸去談 你談的是 你的資格 不具備 停止戰爭 法人的 戰爭交戰集團 戰爭法 不符合戰爭法 談判對象 是資格 你沒有權力 代表政府 你沒有政府的權力 你即使有政府的權力的時候 馬英九的時候不談 馬英九有的時候不談 李登輝有的時候 蔣介石有的時候不談 蔣經光有的時候不談 那麼現在 根本沒法談了 這麼講 想要拖下去 而且你提出來的概念 第三個要搞清楚 你提出來的概念 是一個中國三個憲法 首先是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還有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憲法 還有一個未來的兩岸統合的憲法 那麼這三個憲法 一個憲法就是一個決定一個政治實體 你這個實際上就決定了三個政治實體 一個是state by state 你把台灣的定為一個state 就是變成一個政治實體 把大陸看成一個政治實體 state 那麼然後呢 把聯合一個政府 中央政府呢 看成一個state united state 所以 那麼這個實際上呢 你搞了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 聯邦加中央 state by side state by side 就是 和平分治 主權共享 打的名稱 雖然很花燥 但是實際上揭開了 一看呢 就是一家兩戶 就是一個國家兩個戶口 台灣是中華民國戶口 中華人民共國是 在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國 你把這個聯合國的一個 聯合國政策的一個 聯合國憲章的一個中華民國 分成了兩半 就變成特殊的國與國與關係 變成了那個陳水扁的一邊一國的關係 赫德是說 一個國家兩個政治實體 赫德是說 兩個分治的 各自為政的政治實體 一邊主張自由民主 一邊主張的 一邊主張的 一黨專政 這個都是 這個政治制度啊 我們講啊 政治制度你可以選擇 你今天選擇的 君主制 明天選擇的封建制 這個都影響 跟國家主權 絲毫沒有關係 這是你自己聯名的選擇 那麼現在你要決定的 你現在 第三個你要搞清楚 你自己在選擇的路線 就是統合的路線 按理你說的就是統合 和而不同 就是兩岸分立 各自為政 和平分治 就是自權歸 就是屬於這個 歸屬 歸屬 歸屬當地人民 這就像香港 鬧獨立一樣 香港是香港 大陸是大陸 這和香港的那個 搞港獨立的人 是一樣的性 所以你這個第三個 你這個分次的想法 你這個分次的想法 你說現在還沒有和平統一 我要提出的這個教授 你可以提 但是中央不一定能夠同意你 因為你這個想法 就是一個地方獨立 地方自治 完全自治 還不是高度自治 因為你有憲法 你有軍隊 所以說這就比 那個 自治區那個 就更深喚了一點了 而且還不能夠 以後不能夠 利用武力來實現統一 你這個限制的條件太多了 限制不大 這叫做這個限反 法律上邏輯上叫做限制不大 你不具備有這個限制的權利 誰主要 聯合國 聯合國說你主權國家內部 主權是由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 和全體人民來決定 而不是由你台灣的意義 那兩千三百萬人 或者一小撮臺獨裁分子 來決定的 所以說和平分治 實際上就是特殊的國議 無關 和平協議 和平協議 你不夠資格 就是說 中國國民黨 不夠資格談和平協議 你不是執政黨 你沒有代表這個 全體這個 你不是執政黨 你就沒有代表全體 這個 台灣人民的一個 一個資格 法律資格不夠 政黨資格不夠 人氣也不夠 你即使出國工程 也是無效的 這是你的概念不明 定位混淆 國家和政府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國家叫中華民國 國家的正式名稱叫中華民國 兩岸都一樣 Republic of China 你批評制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人民的中華民國 和中華民國 這是同樣一中同表 一個中國 就是聯合國的 1945年 註冊的那個中國 因為有中國代表的 總統府參加了嘛 但是 蔣介石給批准的嘛 所以這個概念 你把這個 通連換住 把全體 通連換住成 台灣 把中華民國換成台灣 台灣換成中華民國 這兩個完全不是一個 是一個 一個 全體 和一個部分的關係 那個太陽系 和當中一個行星的關係 所以說呢 這個概念 兩個完全不同 不是一個 同一個概念 就像國家和政府 國家是不變的 主權是不變的 政府是可以 四年就換一次 八年就 不能夠連任 政府它是可以 走哪走一樣的換的 就像 美國政府 政府政府 歐巴馬政府 拜登政府 這個政府是可以變重的 但是國家它沒有變 這個 中華民國也是 這個國家 叫中華民國 1910年成立的 到1949年 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 但是 這個政府 是代表一個 新的中央政府 代表 這個 固有的國家 就代表著 中華民國 批判 批判社會 人民的 中華民國 後來 不是叫人民中國嗎 你們 後來台灣 叫自由中國嗎 這兩個概念 你 貓叫民民 你這個 叫第五中隊也好 第六中隊也好 你總而言之 民國就是民國 共和國就是共和國 共和嘛 共和嘛 就是兩個以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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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 組合的一個 一起 共同執政 這叫共和嘛 這叫走向共同 你現在 不管你現在 你怎麼 現在台灣呢 很多那個政客呢 就千幫百計的 把這個取代這個包裝 換包裝 把台灣包裝成 中華民國 把台灣包裝成 一中一臺 把台灣包裝成 一邊一國 把台灣包裝成 鄰居 民國 這些 都是限制不大 抓屎虎 自己啊 又想當婊子 又想立牌坊 化軍的概念不清楚 這個概念 累贅 同時呢 混淆視聽 怪這個 蔡英文 這個 這個 法學這個 博士論文 這個 不及格呢 因為他概念 從來就是 法律概念 從來就不清楚 一十一二十二 正有民文的規定 對吧 國家 中華民國的 定位 就是中國 在聯合國上 他的定位 就是中國 你在台灣 定位 他就是中華民國的台灣省 自己 你 再包裝的 再巧妙 你還是 你還是 你 第四個 要判斷 你這個 張亞中 你要 論述的 這個 你 論述的 觀點 必要條件 是什麼 充分條件 是什麼 社會影響 是什麼 兩個人的走向 什麼 中美關係 對你的 這個 論述的 會有什麼影響 你在聯合國當中 會 產生什麼樣的地位 因為這裡 將來都會 你說要搞 論述完了之後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領到 中心證了 沒那麼簡單 你要把它 變成 這個什麼呢 這很多事情 都要理事 哪一個 哪一關 關都要過 這個 比如說 你說 兩岸分裂 和平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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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台灣人 同意 同意不同意 台灣人有多少人同意 兩岸一中 承認這個 一個中國下 兩岸分裂 主權 主權 同屬一個中國 有多少人支持 現在來說 不到一半 所以說 你這個 必要條件不存在 充分條件 充分條件 就要考慮大陸同意 大陸 我可以跟你說 習近平 他即使說 一國兩制 他也沒那麼弧度 就同意你的意義 就是 這個 台灣分裂 各自為政 那他就不要當這個 當主席 國家主席 他就不配 所以說 這個充分條件 十四億人 要成立 第二條件 就是 台灣人要成立 全體台灣人 要成立 你社會影響 那當然了 你現在 你現在 現在 中國國民黨的選舉 這是造什麼 造輿論 但是這個議論 這個 心情之火 還沒有成為事實 但是沒有成為事實 你這個 你 登高一呼 但是你的馬腳都露出來了 你的 你的 你這種 分自 分而 和而不同 就是兩岸和平分制 和平分裂 這種馬腳已經露出來了 你和這個 馬英九這個 這個 不睹 不通 不武 差不了多少 是五十步 笑百步啊 兩岸的走向 很多人呢 低層次的人 被你的忽悠了 但真正的 搞法律的人呢 懂得這個法律關係的人呢 就會清楚 你講的是 一期後患使人招招 實際上 真是 指路為馬 明白 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是一個政府 它不是一個國家 不是一個另立的一個新中國 它就是中華民國 它就是人民的中華民國 沒有另立一個中華民國 沒有另立一個中國 需要另立一個中國的話呢 那就要通過安理會來 重新申請 你沒有註冊中華民國 註銷了 滅亡了 在聯合國 因為它在聯合國的現場上 它還存在 你要把聯合國 中華民國的後援國 取消掉 你必須要通過安理會再重新 聯合國大會 只是選擇代表 誰代表中華民國 概念要搞清楚 你判斷和決策 你要搞清楚 不要忽悠 兩個概念完全不一樣 你判斷你的 你的說文的話 真的是假的 假做真實真意 假假真真 你把這個人忽悠了 這是不行的 所以你的判斷 你的判斷能力不夠 張雅通 你作為中文大學的校長 資深在台湾大學的政治學教授 但是我覺得你的法律知識不到位 判斷能力和決策能力 在關鍵的時候 你可能是裝扶子 你也可能是不明白 我就姑且你明白 你要一陣清楚 一陣糊塗 你要知道 中華人民共國憲法當中 沒有廢除中華民國 它的原文是這樣寫的 憲法的前沿部分寫的 1911年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 反地反封建的歷史任務 並沒有完成 也就是說 它沒有廢除中華民國 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 廢除中華民國的時候 那麼就沒有權力資格來處理 把無明文規定 不得處罰 就不得處罰 中華民國 廢除了 所以中華人民共國 它是一個政府 一個新政府 而不是一個新國家 所以一中同表 就同表的 都是中華民國 這是一個判斷 第五個 歸納和結論 這個 這個叫做 這個 完全歸納 完全歸納法 這個 中華民國 這個 國共有領土 就包括了 蒙古國 在台灣 在聯合國 註冊的 包括蘇聯 這個佔領的 這個土地 包括現在的 美國在佔領的 那個 中華民國的 那個軍艦 那個 事發南海的 一片土地 包括越南的 一些島嶼 南海的自由 航行權 包括這個 中華民國的 中國共有土地 這是一個完整的軍艦 這是中華民國 在聯合國註冊的 就叫中華民國 這是歸納為 結論是這樣的 中華民國有沒有消失呢 沒有 被除 也沒有消失 誰代表中華民國呢 代表權是誰呢 中華人民共國 275號決議 中華人民共國政府 代表 中華民國的 唯一合法的權 唯一 就不可能再分析出的第二個 你兄弟 一家親 兩岸一家親 實際上 含著就是歷史 兄弟呢 就兩個平等的 獨立的 一家兩戶 你以為台灣是一個戶口 大陸是一個戶口 這個是錯的 X狀 不要來忽悠 香港不能代表大陸 台灣也不能代表大陸 也不能代表國家 所以它不具備有代表國家的一個體制 你說台灣的 奧運會多少錢買 這個事情來講 就是自己 自己給自己砸頭臉充胖子 這個結論就很簡單 對吧 也就是說 蔡亞松這個選舉呢 咕往年之 咕往清之 大家 人人都有腦子 這個 這個 即法人人會變 各有奧妙不從 大家聽就算了 該怎麼辦怎麼辦 台灣問題 就最終解決 是中國人民自己 全中國人民自己說了算 美國人民要參與要干預 台灣日本要干預 那中國人民 你到了一定的程度 這個要靠實力來說話 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後結果 要看中央人民政府 和中國人民解放軍 以及全體中國人民 包括兩制 那麼 台灣人民你是怎麼樣去決 選擇和決策 今天呢 我的講話呢 就到這裡 到一段呢 概念非常清楚 邏輯非常清楚 希望 張亞中老師 張亞中校長 和各位 中國國民黨黨員 對我的話 你們現在想一想 考慮一下 包括美國的 拜登總統 要想一想 什麼是 美國的一通政策 謝謝大家 我在說 參加 提音樂 提音樂 很好 看 穩